花了三百万 在早期2014年之前 在2014年的初期 他就先花了300万来准备 来采矿 2014年他一共采了300万吨 然后接下来 因为价格很波动 所以没有任何的矿产卖出去 在2014年 他问你有关2014年的财务报表上面 在这个depression 他会做什么样的报导 那答案是什么 B 因为他视为存货 因为他开采了之后 他都没有卖 好 都没有卖 我们说了开采的费用 课本上面 如果第二版的话 他是借depression expense 然后如果第三版 他直接借inventory 那我上次因为有同学问我 我就想了 因为你开采 他其实是什么 就是我的开采的这个 这个矿产的成本 因为我必须开采之后才能够卖 所以我开采的成本 就包含了我这个折号费用在里面 所以课本第二版的时候 我说如果你是拿第二版的话 他后面 如果你一开始你承认折号费用 是借折号代累计折号 接下来你还会做一个分路 当你都没有卖的话 是借存货代折号费用 所以他都没有卖 不管他都有没有卖 就是折号费用最后就属于存货 就是你的这个corporate 这个这个存货的成本之一 所以他都没有卖的话呢 depression是算什么是存货 答案是B 好 还有没有 第八题 他说呢 当我们的耐用年限 估计年限改变的时候 估计变动不受既往 所以我们说当它变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既往不救了 所以呢 我们会从当年度 current year 跟未来都根据这个改变之后的年限去提列 折旧 所以答案是A 好 不会影响以前的 亡者一亿 所以估计变动 我说为什么 当你有发生变动的时候 你要先去分清楚 是估计变动 还是原则变动 还是错误 因为这三个后面的会计处理是完全不同的 好 还有没有 第七 他说呢 已经提完折旧的 这个厂房设备 是固定资产了 但是公司还在使用 也就是说 我买了100万 我的累计折旧也提了100万 好 这个意思 然后呢 可是公司这个资产还在使用 那我们其实当时有讲过 当你还在继续使用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什么 全部提完折旧了嘛 所以你不用再提折旧 那因为你还在继续使用 你当然就是什么 继续放在帐上就好了 你已经全部折旧都提完了 你当然不用提折旧了 因为你不能让你的资产为负 好 我的资产呢 我这个厂房 我这个machinery 我的机器就100万 我不能提的累计折旧超过100万 因为我成本就这么多 我最多只要分开100万而已 所以你不能让你的这个资产的账面金额为负 所以你最多只能让它为理 但我成本100万 我全部折旧都提完也是100万 我账面金额为理 但是因为我还在使用 我就不要把它什么 除列 我就继续让它维持在帐上就好了 所以答案是A 好 答案是 猪 就说呢 我的资产 跟它的累计折旧 继续报导 继续放在我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好 然后呢 不用再做任何的 调整 因为它就没有什么 没有账面金额可以调整啊 好 直到这个资产呢 retire就是把它报废掉 好 所以答案是猪 还有没有 第九 他说呢 这个公司呢 卖了它的这个厂房设备 原始成本是42万 然后卖呢 是拿到多少呢 他说卖呢 是卖14万 好 然后呢 在2014年的12月31号 那累计折旧呢 已经提了168,000 好 这168,000是已经提了 当我当年度的折旧费用42,000 已经提列之后 它的余额是168,000 所以我42万减掉168,000 我的账面金额 好 42万减掉168,000 账面金额是252,000 那我卖掉的金额是卖掉14万 所以我损失多少 损失了11万2,000 所以答案是C啊 好 我损失11万2,000 这样看懂吗 所以我的账面金额 这里只是告诉你 你要看懂 他说我已经提完当年折旧42,000 之后的 累计折旧的金额 所以你不要168,000 168,000再加上4万2,000 是他的累计折旧 不是 这里告诉你说 当我提完当年度4万2,000的 折旧费用之后的 累计折旧 168,000 所以168,000已经包含4万2,000了 好 还有没有 好 你不要看168,000加42,000 刚刚好 不是 他已经告诉你是 当我已经把当年度的 折旧费用4万2,000 算进来之后的累计折旧 好 所以要看清楚文字 还有没有 第三题 他说呢 第三题是下列哪一个 好 并没有考虑为这个 我的卡车的成本 好 也就是说下列哪些项目 并不列入我卡车成本 然后之一 那答案就是什么 我的意外保险 就是车险 就是 就是我们说保险 如果你每一年都要付的保险 就不算你的成本 资产的成本 但是他不会 他没有这样写 他没有告诉你是 Delivery Insurance 如果是运送途中的保险 他会告诉你是运送保险 他会告诉你是运送保险 而不是 车祸 Accident是指车祸 你运送途中 怎么会有车祸呢 车祸是 运送的那辆车子的车祸 跟你买这个车子的 没关系啊 好 看有没有 看不见 能不能